大家好 上星期港股表現相當不錯 上到26,200附近的高位 但可否再走多一步 上星期若果再強一點 還有機會挑戰到接近100天線 其實都是在26,500附近 8月、9月都試過這位置 現在來說都是差一步 但上星期都比較多投資者 考慮趁高可能減一下磅 因為未見到美國方面債息 其實都是持續比較高期 若果外圍上的一個震盪 不排除可能拖累港股 有一個短期整股的格局不出奇 所以下方來說 之前說的阻力位在50天線的水平 現在是阻力變支持 在25,300附近 這些位置的支撐力度都會比較大 而上星期走得比較好 當然是一眾的熱車股 見到比亞迪都破過新高 而一眾的科技類股份都處於比較高的水平 接下來可否可以 你説應該是今個星期 有甚麼新的題材棒塊可以炒呢 當然去到一個季跡的高峰期 我想因為今個星期也有很多業績會公佈 先來就是匯控 或者是接下來還有一些熱三發八 這類型的大型企業公佈業績 其他中資企業都會陸續 所以若果你説現階段當然是業績期 大家留意著業績表現 但若果持續可以比較理想 我覺得科技類股份 反而現在一刻就給少許時間調整 之後再考慮也不遲 當然若果以現時來說 零售類或體力用品的相關股份 暫時也看到上星期 有資金開始做回追捧 所以我覺得零售或服裝股份 短期來說可能還有一定的反彈機會 另外還有手機設備股份 手機設備股份2382這系列 其實上星期當然蘋果方面都有 相關生產品推出 令到這個板塊短暫都有一定的反撲的機會 當然你説下星期若果你説 當然大家是關注大隻的股份 內銀其實近期都處於一個比較橫行的格局 上星期內地方面公佈的一系列經濟數據 其實不算太過強 所以大家都憧憬著 去到第四季 內地方面的貨幣政策有機會偏向一個寬鬆 所以內銀方面其實還有一定的薄反彈的空間 當然近期來說一些叫內房股 亦都可以短暫因為副總理流學 一些叫正面的言論 亦都帶來一定的反彈者的一些機會出現 但其實暫時未必相當長久 因為始終內地方面的樓市的表現 近期來說都還是比較疲弱 所以現在來說整版內房方面的股份 都是先駁這個技術性反彈 長倉來說可能都要似乎 接下來樓宇銷售的表現 再次考慮一下